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先講講有一個很普遍的成因 就是引起很多很多的癌 未講過之前 要先提一提2002年的諾貝爾醫學獎 在2002年有三個學者得到獎 他們得獎題目叫做細胞自滅 在2002年之前 我們不知道原來細胞可以自殺 只是以為細胞可以被細菌、增菌謀殺 但原來細胞可以自殺 細胞裏面有一個癌抑制蛋白 因為癌抑制蛋白可以 吹動一個自殺機制 細胞就會自己溶化 癌抑制蛋白也會監察細胞的遺存物質 當遺存物質有異變、有癌變 這個癌抑制蛋白便會啟動自殺機制 便會叫癌細胞自殺 既然有一個這麼好的機制 應該什麼癌都不會有 但是如果這個癌抑制蛋白根本做不到出來 細胞要做任何蛋白質 所有的資料 每一個蛋白質的資料都是來自遺存物質 有一段遺存物質就做一個蛋白質出來 這段遺存物質就叫做基因 Gene 在每一個基因前面都有一個開關鍵 就好像每一盞燈都有一個燈鍵 如果現在一個燈的燈鍵上面 貼了一些香口膠 雖然那個燈的光管或燈膽是沒事 但是我們就開不到這個燈 同樣如果這個 任何的基因前面的開關鍵上面多了一些垃圾 擋住了開關鍵 細胞就啟動不了這個基因 因此就做不到蛋白質出來 如果這個蛋白質這麼巧 叫做癌抑制蛋白 本來可以防癌的機制 就完全發揮不到作用 為何那個癌抑制基因前面 會多了一些垃圾 這就是因為 跟細胞的受傷有關 細胞有幾種方法會受傷 有一種就是有細菌攻擊 那時候我會叫做發炎 因為免疫系統要追殺細菌 或者有一種是沒有細菌引起的發炎 這個叫做無菌發炎 譬如說我們鼻子錄傷 那地方就會發炎 但沒有細菌在 或者是被一些 X-ray X光照過 又會發炎 但也沒有細菌 為何會發炎 原來就是 一個細胞 包住了很多東西 但因為細胞都包住了 所以身體的免疫細胞 完全不知道細胞裏 包住了甚麼 但如果細胞受了傷 裡面的物質就會漏出來 免疫系統就 看到了 但它以前未見過 於是它以為是敵人來了 那如何處理呢 它就會 免疫細胞就會 對著受傷的地方 那些所謂的敵人 就慢慢噴一些 養油離機 想消死、氧化的敵人 但這個養油離機 就更加令到傷口受傷 這種就叫做無菌發炎 所以令到身體受傷 可以是X光 因為那些就是外界的養油離機 可以吸煙 煙裏面有油離機 可以是 熱水 熱水會弄傷細胞 引起無菌發炎 或者是胃酸倒流 給它食道 也會弄傷細胞 於是又是無菌發炎 細胞受傷後 細胞就要修補 修補的方法 就要用到一個酵素 叫做 甲肌轉移煤 甲肌是一些很細的物質 是幫助細胞修補 但在甲肌轉移煤 亦都將那些甲肌放在 本來不應該放的地方 例如說 就放在癌抑制基因的開關鍵上 又不小心熄滅了癌抑制基因 於是 細胞組織方面要修補 那便是增生 但在增生期間 它沒有了癌抑制基因去看實它 結果很容易不斷增生 問題就叫做癌 在食肚癌上 有兩種食肚癌 上半部的食肚 即是上三分之的食肚 引出來的食肚癌 那些癌就叫做 輪臟細胞食肚癌 通常是吸香煙引起的 因為有些人 他以為很厲害 他說我吸煙時 我不會吸到肺 我口裡浪一浪就出來了 但是它浪一浪的時候 那些煙就溶在口水 於是吞吞吞吞口水 煙裏面的養油離機 便會刺激 食肚的上三分之二的地方 很多時上三分之二的癌 就是因為吸煙引起 下三分之三分之二的癌 就叫做鮮癌 那就是因為胃酸倒流 胃酸倒流就會灼傷食肚內壁 就會引起我剛才所說的 暴菌發炎 為何會有食肚癌呢 就是譬如有些人出傷了食肚 有些人相信每天要喝一杯 好熱好熱的水 好熱好熱的水就會出傷食肚 或者有些人吃一些 好辣好辣的食物 又會引起食肚化炎 或者是胃酸倒流 都可以令到食肚受傷 這就是食肚下三分之一的食肚癌的原因